记住十大战法 第七个战法 如何做到当天买当天涨 可谓是疯狂 能做到吗 当天买当天涨 本市当天买当天涨 风险就很大 风险最大之时最佳的时候 这种手法是极够能做得出来 当天买当天涨了 很刺你当天发现 当天买这种在市场上 也是最大的 这就是需要介入公司 才等于挣钱 依然要谈到的是 虽然我给大家举的是新加坡的 一些活跃的市场 比如说马来西亚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香港 这些市场 越活跃的市场 把握这种力度会越大 咱们新加坡市场有没有呢 也有啊 大家请看 这一个股票 在最近一天上涨 19.53% 达到了近20个巴仙 当天就是20% 怎么去做呢 好处是你发现 首先你记住 这是一个连环权 股价在前期这段时间 先是看到股价 在前面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横盘 横盘 而且关键是蜡烛的柱体很小 说明市场在当时这个阶段 比较 物极必反 在很弱的同时 突然 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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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到了比较低的价格 只有六毛两分 在砸下来的同时 砸盘的同时 最低的价格 六毛两分钱 被创出 价格精准的出现了 鼓励吸收 这时候 此时此刻 此景此情 鼓励吸收出现 出现主力吸收之后 股价 再也没有吵新低 而且 六块两毛 就是这个个股在这段时间的最低价 这个最低价 你出现了以后 先让你看到了最低价 那么在最近的一个交易日 出现了一根上涨的阳线 这一根阳线 好 经常听我们弘历课程的会员请注意 这根阳线 从技术形态上来说 是不是一根非常好的 大阳 包括前阴的阳线 所以在此基础之上 这一根阳线 上涨的力度很大 代表了现在这个阶段 股价在现阶段 涨幅也是巨大的 就是上涨的同时 前面就已经看到了主力吸筹 所以先让你知道了主力吸筹 再告诉你上涨 我们绝对是先知先觉着 先让你知道 你在这一天进行交易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看到了 在这之前就有主力吸筹 这就是方法的重要性 机构为什么能够把风险转嫁给别人 就是因为他们有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 承受风险 而把风险转嫁出去 我们不是在这一天买 也不是在这一天买 更不是在这一天买 买不进去 也不知道这一天是不是最低价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能在这一天买 当天买 当天获利 怎么去做呢 当天 既然是当天 首先前提是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股票 在这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主力吸筹 在这个出现主力吸筹 大家请看 你已经知道这个股票 主力吸筹 主力机构已经进入了 那么当天 如果你看分事图 已经提前预知 定期有主力进场的行为 当天买 当天涨 你当天你买这个股票 你的动力是什么 你的原则是什么 原则就是 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个股 在这之前 就有机构已经进场 你成功的概率 大大提升 炒股炒的就是概率 概率增加 我们最终获利的可能性 也是大大增加 这还没有完 我们的主力吸筹 在此基础之上 不光在日线上 可以帮助你 还在分时 大家看一下 这个股票的监分之作 打开在分时图上 打开我们的主力吸筹 你发现主力吸筹 在分时图上同样出现 更准确的是 在这个股价拉伸的同时 分时图表 鼓励吸筹 也是重视出现 特别是 在股价 你看啊 白色线是不是股价呢 股价在横盘 你看啊 前期这个位置 股价在相应的位置 是横盘 然后突然股价跌下来 再拉起来 再涨回来 这样一个出现了 分时图的微信反转 你来看一下 在分时图的微信反转 我把这个主力吸筹 在这个位置给你打出来 大家请看 这是最高的主力吸筹 譬如这是分时图 分时图 最高的主力吸筹 跟最低的股价 当时就对应了 最低的股价 是股票当天 在这个宋市转折点的 最低价 最低价一旦出现 你就已经提前去知道了 股价在现在这种时候 所形成的一个方法 在此基础之上 股价在现在这个阶段 所出现的拉伸 往往都体现在这里 而且前面 是不是也看到了主力吸筹 这些都是主力吸筹 告诉我们 这个个股 当天有大量的机构在参与 平时你是看不到的 而就在此时 你通过软件 我们当天看到 当天满 哪怕我前面这里没看到 我在这里 接下来 在此处这个位置介入 当天也有10%的利入 在这里 这就是通过当天的行为 去捕获当天的机会 依然是主力吸筹的 监纷之作 让你 参与 参与